另外在高等教育的部分 告诉大家的是花莲空中大学 花莲学习中心 110年度下学期 即日起开始招生 有人文学系、社会系、商学系 等六个科系才免入学报名 想要学习的社会人士 和学子们空大 是最好的进修方式 110年度下学期 国立空中大学花莲学习中心 即日起开始招生了 完全以免试入学的方式来报名 并且开设有人文学系 社会科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系 生活科学系、管理与咨询学系 通市教学中心六大科系 空大花莲学习中心执行长林空正表示 欢迎社会人士和学子们前来进修 110年度下学期招生了 报名的日期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12月12号为止 报名的方式采用网路报名的方式 空大现在有六大学系 包括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生科系 生活科学系 还有公共行政学系 还有商学系 还有管理资讯 这个就是空大的六大学系 专科有五个科 公共行政管理科 还有社会福利行政科 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管理科 还有生命事业管理科 还有综合商科 所以专科有五个科 大学有六个系 那我们呢 除了这正常的六大学系五个科以外 我们在花莲还开了很多的特别的专班 第一个就在花莲空大开的公共行政 这个学士专班 还有严谨的公共行政学士专班 另外我们有社工专班 那社工专班呢 除了花莲以外 还在玉里也有开社工专班 另外我们呢 有管理资讯学士专班 那在我们凤林地区呢 有生命事业生命科学系的学士专班 所以我们空大呢 除了六大学系五个科以外 还有就是各种的专班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国家考试的班 叫做测量人员的这个国家考试班 到目前呢 已经有121个人考上了公职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班别 欢迎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加入 那另外呢 我们空大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 人人有书读 时时可学习 处处是教室 只要你有心 就可以来加入空大的学习行列 所以空大呢 开了这么多的课程 然后欢迎大家呢 就踊跃的来加入 所以空大呢 对社会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可以的 共同一个来读书 多的金钟的弟兄呢 也欢迎来一起加入 空大来拿起这个 圆这个大学梦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军的一个素质 总而言之 要读书就在空大 而且读空大呢 有很多的好处 可以呢 除了增加自己的知识跟能力 然后增强自己的学习竞争力 以外呢 那就是呢 可以累积很多的人脉 结交很多的朋友 因为空大的学生呢 来自各行各界 各种行业的人都有 所以你在花年的各界 除了能够吸收知识以外 还可以累积很多的人脉 对你在花年的生活呢 会更大的有助益 所以我们的方式 就是网络的报名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12月12号为止 都可以迥页地来加入我们 空大的终身学习行列 空大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整理长年公正表示 空大拥有优良的师资 是乡亲的好朋友 每个科学内容 都是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尤其在终身学习上的环境 来到空大 是学生们最佳的选择 切得终于换收到